哈哈哈哈哈哈哦 哈哈哈哈 如果我有神奇魔法 要变作入梦魇不屑的话 把愿对合偏见剖开 微笑心里大声歌响 唉 今年本来也是要回来看路演的 只是可惜路上出了点意外错过了 只是回来看表演而已 这算哪门子的管啊 可是院长姐姐 我只请你吃了三碗面 四盘火鸡 五盘蔬菜杂烩 六叠蛋糕和七杯果汁 您真的愿意因此帮助我姐姐吗 啊 我吃了这么多吗 明明是我请的好不好 当然了 不过也不只是因为你请我吃饭 而是因为你想哄你姐姐的模样 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学生 别哭了 再哭就中了 虽然她外表看起来很冷漠 但其实很会照顾人 也很会哄人 我怎么有种我认识这个人的感觉啊 而且你姐姐的实力绝对不止青铜等级 所以我自然也愿意再给她一次重新平定的机会 莫尼卡院长 真的十分感谢你 好了 今晚我会在摩天星坛重新平定你的资质 摩天星坛 平时那边人际很痴 但竟然是院长的安排 而我只需要抓住机会 全力以赴就好了 好 好哎 太棒了 哎呀 这回终于让我的班级拿到第一名了 幸亏和尔斯那小子运气好 抽到了西利亚公主殿下做搭搭 不愧是西利亚殿下竟然能想出兵上舞蹈这么妙的主意 哼 要是抽中西利亚学姐的人是我就好了 不过幸好 埃尔莎那个不祥之女不但没拿到第一 还被全校师生都厌恶了 哼 老的这个下场 就是她活该 嘿 贝拉小姐说的是 这个贝拉真麻烦 要不是我的家族是她家族的附庸 我才懒得理她 摩恩 你赶紧趁现在把她开除了 放心吧 求我在 绝不会让她有机会重新平定自治的 那就好 摩恩老师 莫尼卡院长回来了 请您立即前往摩天星坛 今晚她将会再次为新手艾尔莎重新平定自治 是吗 阿尔莎 阿尔莎 阿尔 阿尔 可恶 这群家伙为什么总给我取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 上次见你的时候都还是个小豆丁呢 怎么转眼就长这么大了呀 莫尼卡院长 您和安斗里的关系看起来很熟啊 哼 雅雅 我之前说的那个学生就是她 而且莫尼卡院长还是孤儿院的资助者 她知道我一人族的身份 果然是这样 好了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赶紧去摩天星坛吧 好 现在能证实艾尔莎自治的方法 就只有这个了 院长为什么会选在摩天星坛给艾尔莎平定自治啊 我听说这里封印着什么东西 或许和那个有关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阿尔是得到消息来看热呢 希望这次的测试能给艾尔莎同学证明 让他获得他应有的资质等级 没用的东西 你不是说有你在 就不会让他有机会重新平定的吗 我也不知道院长会突然回来啊 莫尼卡院长终于要安分下来 留在皇家魔法学院工作了吗 工作是不可能工作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工作的 好了 我宣布 艾尔莎重新平定自治的仪式 现在正式开始 想必不少人都知道 艾尔莎在新商资质平定测试时 炸了雪晶球 可是大家也听说过 此前就有过一位伟大的大魔法师 在资质测试时 就炸过水晶球的先例 所以我认为 艾尔莎不但不是废柴的青铜资质 甚至有可能和那位大魔法师一样 拥有着特别的力量 因此 我准备了一个 更适合测试她资质的方法 这是 这个魔杖是 这个魔杖 似乎蕴含着灵力的波动 这把魔杖正是当年 那位伟大的魔法师留下来的 他蕴含着一种 特别而又强大的力量 但历来 从未有人能够使用他的力量 如果你能和这把魔杖产生共鸣 那就证明 你和那位大魔法师 拥有相同的资质 怎么样 去试试吧 啊 姐姐 加油 艾尔莎加油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